《刘继荣》 大学时的好友 假期出游 顺路来看我 就在家中住了几天 正遇上老公出差 孩子感冒 我忙得不可开交 几天下来 他感慨道 看见你这样 忙忙碌碌身不由己 我是绝不敢要孩子了 我一愣 你都看见什么了 他同情地说 看见你一日三餐 洗煮烧煎 比保姆还辛苦 看见你置风沐雨 又接送孩子上学 又忙工作 几乎变成机器人 看见你凌晨两点 还不能安歇 又要给孩子喂药喂水 像个苦衣饭 还看见你的皱纹与眼袋 看见你无穷无尽的付出 他叹息 哎 女人最好的年华 就这样交付掉了 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你看我 工作时无忧无虑 出游时无牵无挂 多好 我笑了 对他说 你什么都看见了 可唯独没看见 我的快乐和幸福 他瞪大眼睛 惊讶地看着我 半开玩笑地说 你不是在自欺欺人吧 我告诉他 儿子刚上幼儿园 第一次吃鸡翅时 才两岁半的他 将鸡翅藏在 白衬衣的袖子里 晚上带回来 要与我分吃 我至今记得 他津津有味地 损悉那半截鸡骨头的产像 每每想起 他那衣袖上留下的那块 鹅黄色的油渍 我心里就会有一片 淡淡的温暖 朋友若有所思 脸上不再是细血的表情 我告诉他 走在路上 儿子像个小男子汉 懂得让我走在他的右边 他说 妈妈是近视眼 我是千里眼 我来保护你 过马路的时候 他会冲着车流大喊 你们通通快让开 我妈妈要过马路了 仿佛我是至尊至贵的女王 所有人都得千功礼让 母亲就是孩子心灵国度里 最值得敬爱的女王 朋友爽老地笑起来 他说 好羡慕你 女王陛下 我告诉他 去年五月的一个中午 儿子很晚还没回来 在外环路上 我找到了他 这一路槐花开得纯白如雪 幽香扑鼻 儿子正专心致志地 往树干上写字 一颗一颗的 他对我说 今天是母亲节 我没能买到康乃馨 就来到了这里 花开得那么好 却有人采摘 儿子就用水彩笔 写下了这些制着的留言 这是我送给妈妈的花 请让她好好地开 不要摘 望着这一路盛开的槐花 我知道 这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牵着孩子的手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听到这里 朋友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 我告诉他 就在前天 我和儿子一起去医院宴席 当医生宣布 儿子和我是相同血型的时候 他一下子欢呼起来 太好了 如果以后妈妈生病需要输血 就可以抽我的了 旁边咽血的人 还有医生 都感动地说 有个这样的孩子 真好 我平静地沉述完这些片段 朋友的眼睛 却在刹那间湿润了 我对朋友说 你没有看到 我在辛苦的同时 享受到多少甜蜜 你也无法感受 我生命中最深的温暖 但请你一定相信 遇见了孩子 就是遇见了世上 最好的爱 朋友郑重地点了点头 露出了赞同的微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